上次说到宋慧年吊颈死了 那整家人都慌了 慌什么呢 慌着西门庆怪责到自己头上 吴月亮见宋慧年已经没得救了 所以连忙吩咐家人 骑着女孩去找西门庆回来 孙雪娥更加慌得不得可了 她怕西门庆回来之后拔树尋根 将这个罪状归咎于自己 于是就马上去上访 跪在吴月亮跟前 叫她千万不要告诉西门庆 自己和她吵过架 吴月亮见她方成这样 于是就问她 这时候你知道害怕吗 当初你为什么又不出声 不过人都已经死了 怎么算好呢 最后这帮女人 都为了逃避相关的连带责任 最终都聚在一起 夹口供 统一口径 都说那个宋慧年 因为挂着她的老公 哭了一大论之后 趁着人都乱乱 进了房子之后 就掉颈死了 具体什么时候死的呢 没有人知道 好了 于是宋慧年就在 纵口一词的情况下 就变成了一个精辅 因为她太过喜欢她的老公 所以就顺了情 西门庆听了之后 有没有发生气呢 有没有那帮女人 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呢 没有 只是轻描淡舍地 说了一句说话 唉 她自己笨而已 她也是没有这样的福分的了 那宋慧年吊颈自杀的这件事 就不了了之了 话说西门庆的生意 就越做越大 跟她有关系的女人 自自然然也越来越多 俗话说 男人赚钱 女人消费 女人多了当然是麻烦的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要花钱的 那西门庆 又是怎样在女人身上花钱的呢 她对在女人身上的支出 又是什么态度呢 下面我们就研究一下 西门庆对女人支出的一些状况 通关西门庆之前所做的事 我们可以找到三个轨迹 第一 西门庆对女人的口头承诺 是越来越大的 从判今年李平儿一直去到宋慧年 西门庆口头的承诺的加码 是在这里不断地上升的 先前追潘金连的时候 西门庆是双脚跪低 喻潘金连说 娘子你可怜啊我 你看看 西门庆没有承诺 也没有利友 完全是索取的 当时潘金连就沙开了一只手指 对着西门庆说 你如果再纏着我呢 我就大巴刮死你了 西门庆笑骑骑 厚着面皮说 好啊 你儘管打我吧 来打我吧 你打死我更好 来啦 来啦 趁小就搞定了 在整个过程里面 西门庆一直都没有承诺 给过潘金连的什么好处 但是到后来 我们再看看西门庆对宋慧年开的架 给潘金连就已经涨了 先前许乐说 那外面的漂亮衣服 饮你了 是 紧接着 又对宋慧年许乐说 那 明天 我就将对面圣庆的那几间屋 就买了下来 你就执拾好它 你就搬过去煮 这样就没有人来激击我们了 看看 西门庆这番说话 对于宋慧年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来说 你说多大诱惑呢 他不是只有说的 是因为他是大把身家 完全是有能力这样做的 所以那些女人就很信他 不像现在有些人那样 本来就没什么身家的 他是要认到自己很有钱 一味在人面前 又吹又雷 唉 其实 鸡春的蜜都会步出仔 你吹是没用的 遲早有一天都会被人知道的 得被人知道了的时候 人家一味在你背后笑你 自己更猛性性 那就无谓了 是吧 所以呢 做人老实点 好 那西门庆真的有这样的实力 所以他在追求女性的时候 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而整个过程呢 也都变得越来越简单 第二条线索 就是西门庆对女人的实力支付 就越来越少 最先追潘今年的时候 西门庆被王婆骗了两万元 即是二十两银 后来 潘今年就读写了武大郎 那武大郎所有的喪事的支出 都是由西门庆一个人操办的 前前后后又花了几十两银 再最后 存了潘今年 那些金银首饰啊 日常用品啊 那些不算数了 逼着啊 花了六万元 即是六十两银 帮潘今年就买了一张高档的床 那当然 这张床啊 他自己也有份用的 好 到了包李贵姐的时候 前前后后啊 又花了两三万 后来每个月 又要花费两万元的包养费 西门庆最初在这两个女人身上 所花的钱是最多的 亦都是最欲赤的 因为每次啊 都是一万一万的花出去的 后来 在追李平仪的时候 他就玩空手道了 那实际的支付就变得很少了 而在追宋慧年的时候就更加简单 花了一匹南保 以及少少的零用钱就搞定 那结果 西门庆的女人就越来越多 而实际的支付呢 她是越来越少 那第三条线索是什么呢 就是西门庆愿意承担的风险 就已经越来越低了 原先害死武大郎呢 西门庆是直接冒着生命危险的 之后花子虚的死就不关他事了 再后来就对付来往 只不过是将他发配到远顶而已 没有出人命 那这三个鬼迹也都说明了西门庆 越来越成熟 越玩就越赞 你以为他真是这么熟 这么疏爽啊 他看着这条数来计算的 那反过来说 有钱人也是这样的 越是有钱 你就越难就赚到他的钱 那你留意一下你自己身边的朋友 或者关注一下你自己是不是 你的钱 是不是那些人越来越难赚呢 是的 西门庆虽然越来越有钱 但是他的人越来越沽寒 为什么现在的人经常说 你看看那个 正沽寒财主来的 这句话就是这样的 越是有钱 那个算盘就越是打得响 说得好听一点的 就是精打细算 为人好折剑 那说到折剑这两个字 我们就不妨看他在家里 是怎样折剑法的 那在家里的这些女人 西门庆已经是到手的了 那基本就不需要花钱 有一天 西门庆的几个老婆 就一起在这吃饭 那家人代安 就拿着一顿金华酒进来 他怎么知道就被西门庆看到 西门庆就问他这些酒 是哪里得来的 那代安就告诉他 是三姨太给钱叫他去买的 西门庆一听 弄起一面说 哎呀 家里有很多酒 还出去买干什么 在前面商访的树下 有两坛末里酒 你开锁进去 你拿两坛过来 那在当时 金华酒的确是好酒 大概三百元一坛 就是三钱银一坛 而莫里花酒 只是三十元一坛 对于三十元一坛的金华酒 西门庆总共见过三次 每见一次都呱一次 而每一次一开声就 哎呀 那对于哎呀 那这样的声气 就是欲赤心痛了 这样花钱都可以吗 在这些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出西门庆的消费观念 他的那种折剑 甚至可以理解成沽寒 那在洗钱方面呢 自始至终都是精打细算的 金华酒比较鬼 如果你说自己家里喝的 那当然没那么化算 好浪的嘛 最好是喝点便宜一点的 那你看看 西门庆的精打细算 已经滲透到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直到他死都留下了一大笔的家产在这里 但是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 相比之下呢 西门庆对于外边的女人 和对自己家里的女人 是大方很多的 不过说到送礼这方面 西门庆是很疏爽的 而且还是一个送礼的专业户 先前我已经说过 他送过很多次礼给官府的人 大大小小加起身 都有几十次了 因为送了礼 每次有什么事呢 最终都是化险为耳 而且还令到他的事业平暴清云 而他的发达就是因为送礼而送出来的 簡直可以说是飞煌腾达 既然说到送礼 不妨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 深挖一下一些朝代 为什么送礼成风的原因 有些朋友说 送礼这件事在中国 自从有朝代就已经有了 先前那些我就不说他 近近地说明朝 在明朝的时候 一个院令 就是市长差不多 一年的正当收入 是四万五千元 大概一年俸是四十五两银 摊开每个月的工资 也都是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 而对于一个七品的资丸 每年的名义工资就是九十石大米 每个月的工资大约 可以折合人民币就是六千元 看看清朝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清官叫做海瑟 每个月的工资 每个月的工资才是三千多 三千多 他又不收礼 又不送礼 每一年 听说他只吃一次肉 到底是肚肉 牛肉 我便搞不清 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明朝官员的工资 是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一个月的工资收入 并不会比一般的老百姓多很多 但是比西门庆来说 差别就大了 官员的薪水这么低 但是他们手里面有权 有权 就可以合法地支配 甚至乎滥用那种公共利益 而西门庆是敏 他虽然有钱 但是他又没有地位 又没有权 所以很多时候 都要送礼 去求那些官员帮他办事 我送了礼给你 你不帮我办事吗 不行 这样搞法 你因着礼 好比我曾经和一个朋友 谈起送礼的这件事 他说这条数很容易计算 比如 有人封三千元的礼士给你 三千元是多是少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他不是封一个 很可能一封 就封十几二十个三千元 好了 你收了三千元之后 你将这条数一摊 一年是三百六十日 那三千元一摊下去 每一天都不够十元 你收了人家三千元 无形之中 你就要帮人看着一年的东西 有什么冬瓜豆腐 头云申请 甚至乎比利是那个 如果做一些違法犯罪的东西 出来 这三千元的义事无形之中 就要照实他了 最起码在比利是的那个人的心里 就是这样想的 你收了我三千元 你不看着我 你不照着我 你真是客气 我给三千元利是 你干什么 跟你有亲 你猜 所以 这些便宜是不能占的 我说得很忍悔 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 总而言之我所说的 肯定又没错 亦就说不制得过 没有事就由自可 一有亲事 你放你走得掉 正如王婆和西门庆所说的 大观人 你那些数 老娘记得确实的 他用本保仔帮你记确 甚至乎可以做个六音六像 看你还可以有多少把口去拗 这些虽然是闲话 至于你怎样听 怎样理解 就会随尊便 好了 现在我们说回西门庆 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 他如果不向官府进贡去送礼 恐怕是不行的 到底在当时 官府要把一个商人 弄成破产 是很容易的 才要官商户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关于送礼 还有很多东西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我先说这么多 明天继续